Paul 想請問你在12月23號那一天 聯合國通過安理會通過了一項決議 叫2334決議案 請問一下這項決議案它是什麼樣的內容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對於以色列 這個2334號的法案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以色列的未來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它就好像連環套一樣 就是先套你一腳 然後後面還有後招 再繼續套你另外一腳 然後把你的腳越陷越深 這基本上是在未來會發生 那主要它就是聯合國的安理會 他們一致地就通過了譴責以色列 他們在屯肯區的任何的 比如說蓋房子搬去那邊居住 他們叫Settlement 然後他們也要求說 以色列要退回1967年以前的 邊界 第三個呢他又要求以色列的 比如說現在加薩佐郎 巴勒斯坦自治區的那塊地方 他們認為說他們以色列侵占這個地方 那他們在那裡的侵占是不合法的 不被這個國際社會所承認為合法 而且是宣告為非法的 把他歸類為戰爭罪行 那麼就把他們用 War Crime戰爭罪行要控訴他們 就用這個法律的途徑要來壓迫他們 2334號決議案宣告說以色列在那個地區 這些的佔領是非法的 那這樣子更一步的強化了 巴勒斯坦呢到國際法庭去控告以色列的 這些種種作為 這個很莫名其妙 因為巴勒斯坦過去發了那麼多的火彈火箭 然後又挖通道 種種的去攻擊以色列 也居然沒有被控訴任何戰爭罪名 你知道嗎 然後把那個人肉 就是把婦女小孩當作這個肉盾 這樣子 這樣子這些的行為 他們居然沒有被控訴 被控告為戰爭罪行 被判為有罪 反而呢是以色列的自衛行為呢 在國際法庭裡面作為戰爭罪行來控訴他們 這一個決議案就不只是 以色列的這個軍隊被控訴的危險性之外 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以色列的公司們 他們比如說這個公司是開在 比如說巴勒斯坦自治區裡面 那麼這些呢 就會被當作是非法的 而且呢可以進一步 對他們進行經濟上的制裁 或者是禁運 Embago 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以色列的官員呢 他們在這個 巴勒斯坦自治區的某一些活動呢 也一樣有可能就會在國際法庭裡面 War Crime來控訴 然後控訴的時候呢 因為有這個決議案的關係 如果以我們基地圖來看 有一個王呢 他叫做 Anticaia's Epiphany 4 Anti-Argurs 4 那這個王呢 他佔領了耶路撒冷以後呢 他就開始褻瀆聖殿 然後呢在耶路撒冷的城 還有耶路撒冷的聖殿裡面呢 放了非常多的偶像 然後甚至在制聖所裡面 把那個宙斯的神像就樹立在制聖所裡面 而且逼迫這些猶太祭司們呢 他們獻祭呢 要用那個豬來獻祭 那豬是不竭盡的動物 所以他就污秽了聖殿 那同時又禁止他們 一般獨立那個妥拉 還有不能夠行割禮 小孩子如果行割禮的話 媽媽跟小孩一起 就會被處決 處決掉 種種的 Anticaia's Epiphany 4 是被當作未來敵基督的一個縮影 後來這個麥加比這個家族啊 這個祭祀的家族 就起來率領以色列明反抗 那把這個聖殿給收復了 耶路撒冷的城也收復 那重新獻 捷徑這個聖殿 然後呢 再重新獻給耶和華神 所以這個光明節 這Hanatah的意思 它是Dedication 限電節 所以光明節一個叫限電節 為什麼叫光明節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收復聖殿的時候 找到的這個Golden Manora 就是那個金燈台 那金燈台呢 照耶和華神的規定呢 就是你不能夠 有一天是熄滅 每一天都要亮著 它是代表世界的光嘛 其實就是代表主耶穌嘛 結果他們那天收復了聖殿的時候 才只能夠找到 夠一天的燃料的那個高油 結果呢 這個本來只能夠點一天的油呢 奇蹟式的 他連點了八天 所以他們慶祝八天 然後一直到 他們剛好八天的時間到 他們把油給準備好了 那個油才用完 所以就叫這個光明節 所以在他的這個意義上面來講呢 他有這個收復聖殿啊 收復重新限電啊 這個收復聖成耶路撒冷這種意味 那這偏偏這個2334決議案呢 就選在這一天 就彷彿好像就是在一個嘲笑 叫以色列或是 跟約束亞講說 他世世代代要避與 亞馬利人爭戰 因為他說亞馬利人 舉舉他們的手 攻擊耶和華神的寶座 不是只有攻擊以色列民 這是透過攻擊以色列民 而來攻擊耶和華的寶座 這個呢 就有點這個味道 那這個決議案 現在目前好像通過了 然後美國也沒有採取任何的投票 來反對 他們的弃權是不是這樣 對 這個是根據ACLJ的 這個機構的報導 美國36年來 第一次沒有使用否決權 在這樣子的案子上來保護以色列 本來川普當選以後 因為川普對以色列的立場 是非常堅定的 OK 川普甚至講說要把耶路撒冷 就是要把大使館就搬到耶路撒冷去 是不是就正式承認耶路撒冷 就是以色列首都啊 對啊 OK 結果呢 有些像我們這種保守派人士呢 就會在擔心說 那個歐巴馬政府會不會在最後 搏腳壓的總統的這些日子 有限的日子裡面呢 做了很多的小動作出來 然後呢 造成一些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在讓這個川普去頭痛 那結果呢 沒有想到說 真的他在他的過去的那個八年任內 沒有做這個事情 居然就在最後剩下差不多30天左右 時間他居然做了這件事情 講到這個大家就可以想到 創世紀耶路撒神也有宣告他的外交政策 就是耶路撒神就跟亞伯拉罕講嘛 祝福你的 我就必祝福他們 然後做助你的 我必咒詛他們 這個是耶路撒神的外交政策 在這個決議案美國就是 這一次呢 照Fox News的看法呢 不是back step 不是從背後刺以色列一刀 而是呢 是從正面捅他一刀 那這種情況有沒有可能在川普 當選總統出上任之後 有沒有逆轉的空間呢 這個逆轉的技術上來講 是有可能 實際上來講呢 這種可能性是等於零 所以實際上來講是不可逆轉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呢 你想想看那個14票 光是這14票投贊成 然後美國投那個 美國棄權 基本上沒有投服決票 所以你就知道是一面倒 過去呢他們基本上 聯合國這些理事國會員們 基本上是一面倒的 傾向巴勒斯坦這邊的 所以呢 如果說 川普他要去 重新把這個案子給翻了的話 他必須要重新再去 創造一個法案出來 決議案出來 但是這個決議案 你要通過這麼多的 這些會員國理事國的支持 然後呢 到了安理會的時候呢 又不能被否決 可是裡面 像英國就投否決票的 然後那個 比如說還有蘇聯啊 蘇聯 肯定不肯 因為蘇聯過去的歷史上面 從來對以色列是不利的 那中國 過去也是 並沒有說 站在以色列這邊 所以這樣子的 翻案的可能性是 極微渺茫的 過去呢 以色列並不是說 不要跟巴勒斯坦來達成和平協議 但是他有一個先決條件 先決條件是說 你要先承認以色列是一個Jewish State 然後你要先承認是大家是共存 不是說我要以消滅你為目的 你沒有存在的權利 這一點你要在你的 憲章裡面 你巴勒斯坦的 你們自己的黨綱 或者是類似黨綱這種東西裡面 要寫載明出來 你要明明白白說 我放棄恐怖主義 我放棄這個 就好像伊朗 你現在叫伊朗去說 那個以色列沒有生存權利嘛 他還是說以色列沒有生存權利啊 他是明這樣講的啊 OK 所以這種東西 這種那台養護就說 我沒有辦法跟你 跟你談 怎麼談 你就是要把我全部滅掉了 你的目的就是這樣 你的擺明就是這樣 那你這一點不先放下來 我們怎麼有可能來談和平 和平的協議呢 好 那而且就是說 過去這些恐怖組織呢 他們手上沒有核子武器 他們沒有那些比較強大的飛彈 什麼這些東西 OK 現在有了 所以這個2334的法案 另外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就是說他 逼他回到1967年以前的邊界的時候 那個在以色列戰略 戰略上最低 最窄的地方啊 眾生只有9英里 9英里 你飛機起飛都來不及 就是敵方一空襲 飛機飛過來 或者是那個飛彈 一發射過來 因為你的眾生不夠 所以你中間的那個 防腹區是不夠的 所以一打就打到 你就死了 根本你沒有一個 你有Defenseless 你是沒有防衛 因為自己的能力的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呢 以色列現在立場 好 既然是這樣子 那我們呢 就更應該增加 我們在那個 屯肯區裡面的建設跟開發 因為巴勒斯坦 採用這種方式來 對不對 不是直接跟以色列來直接談條件 他不是 他直接是透過聯合國 過去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用法律的層面 來壓縮你 來逼迫你 所以對於以色列來講 他們認為說 第一個戰爭 免不了 這個不會達到和平的 這反而會達到戰爭的 第二個呢 就是說他們 反而不能退讓 因為再退就死了 所以他們更必須要去 在更多的開發 把這些屯肯區 巴勒斯坦 他們要把他們的領土 要把它 更把它 保護好 這樣子 所以這個未來呢 這個局勢是 越來越緊張的 根據這個報紙的報索 國務卿John Kerry就 12月27號 會跟聯合國的案例會 提出建立 巴勒斯坦國的這個藍圖 今天他就要提出來 所以明天我們再看他 演說的內容到底是怎麼樣 這是他的藍圖 他的藍圖就代表 歐巴馬政府的立場 1月15號2017年的時候呢 這個John Kerry 國務卿也會去參加那個 在法國巴黎的那個外長會議 那在那裡面呢 他們呢 有打算來提出一個 所謂的 怎麼樣讓這個巴勒斯坦國呢 巴勒斯坦能夠被聯合國呢 直接就接受為 成為正式的會員國 那我們都知道 人家成為正式會員國 就是表示你是一個國家嘛 現在他只是一個觀察員而已嘛 還不是被承認一個國家 他們是要討論說 又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這個process的過程 然後這個過程 他們給他討論出來以後呢 他們很快 可能是隔一天怎麼就 馬上就可以在安理會再度投票 因為那個安理會呢 不像是不像立法院啊 國會啊這些 他們有開會期跟休會期 他們是每天都可以開會的 隨時都會召開會議這樣子 所以他們能夠來有這個方便性來突擊 突擊讓這個法案很快的生效 然後呢 如果像這一次美國又是又是美國在背後支持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那這個通過可能性又大了 那就是回到我剛剛最早講 最開始講的說好像連環套 所以把你套住一腳 再來一腳 然後再再把你的腳往下拉 讓你深陷在那個危險的那個險境裡面去 那麼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是很不尋常 因為過去的總統 大家都知道 跛腳呀總統那個 最後那個幾十天啊 他基本上都是守城的嘛 大家也不expect你去做很大的變動 因為你很多的未來的決策 那個是未來的總統 他要去製作 他要去負責的嘛 那你老兄八過去八年不弄 你到最後的時刻 然後就是說 好像你才剛總統上 你才是總統 新上任的總統一樣 這樣子大張旗鼓的 就是說來翻盤 而且他的這個方向 又是跟川普是總統是相反的 立場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呢我就覺得說 這個呢也看出來說 為什麼神這個時候興起川普啊 要讓他當美國總統 像我們之前講的這些先知 消防員先知啊 還有其他兩三個先知 他們所提的內容 我覺得放在現在這個角度來看 很真實 非常真實 可是呢真的這個 川普的這個責任就更重了 所需要的智慧跟能力會更大 那我們就會繼續密切關切這個事情 隨後再繼續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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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